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8月3号星期四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周日的时候去洗车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礼拜要接两次客 车不能太脏 然后去洗车的时候 发现还得小排一会儿队 然后人洗车人跟我说 怎么着也得有一个半小时吧 这车才能洗完 因为里边里外都要洗 250匹价格是不贵 我想还得一个多小时 那就怎么办呢 溜达溜达去吧 就到菜厂看看有没有违货 对吧,紧紧漏什么的 过一会儿呢,捡完漏回来了 回来呢,这车也洗的差不多了 再等一下会儿洗完了 250匹嘛,我个人300匹 小黑拿完这300匹之后 没着急给我找钱 就跟我说说事儿 您这车太脏了 都包浆了里外 我们这洗的可费劲了 拿那个水枪吞了好久 然后一听就明白了 你也不用多说了 好吧,就别找钱了 小黑挺高兴 我一想,你跟他叫什么劲啊 人都表达到这个层面了 是不是 于是呢,我就开着我这个洗干净的车 那就回家了 除了这个洗车 这个洗车厂 没有个几十米吧 旁边有一个卖碳盆的 我突然看这卖碳盆 贴了一个很大的海报 海报上写什么呢 修车门子 我心里呢,就稍微想一下 我说不想到现在这个卖碳盆的 还有身兼多值 这个钱是这么好挣 还得学点技术才能挣钱 我就回家了 结果回家呢,我得检查一下这车啊 洗完以后的情况啊 对吧,因为我车里还有一点私人东西嘛 看有没有丢啊什么的这个事 结果没想到检查之后发现啊 我左侧的后边那车门子啊 从里边打不开了 从外侧的打不开 从里边打不开了 我试的是我那边的那个锁 无论开关啊都不行 哎呀,我可郁闷了 我说这个事情之前没发生过呀 好像上个礼拜接客人的时候 也没有这个事情出现啊 这怎么突然就打不开了呢 我挺着急的 因为我说了周一周二呢 我要接两拨客人嘛 你说这个事 对吧,你让人客人怎么想 或者人家客人想下车 着急下不了 这硬掰也不行啊 我呢就坐里面 自己鼓的一会儿 我说这难道 因为刚才洗车 说里边漏水了 短路了 这个造成一些线路问题 这怎么弄啊 正着急的时候 突然脑子里 一个画面一闪 刚才不是有一地儿 能修车门的吗 于是呢 我又重新上车啊 开着车啊 就去到那个洗车房 旁边的那个 修车门的那地儿 到那儿呢 一个小黑 他说他是负责修理的 不过呢 跟这小黑沟通挺费劲的 为什么 他英文不太好 英文不太好 弄了半天啊 他大概给我解释一下 这费用的问题 就是他呢 帮你啊 把车门的里边卸了 他检查呢 200批 然后呢 出现什么问题呢 根据问题呢 的难易程度吧 修理的难易程度 来收费 大概呢 是300批到500批 左右的一个费用吧 想就修备 那我也先给人解释一下 咱现在的症状嘛 于是呢 我非常急迫的啊 就是又上车又下车的 又开门子 从里边开 外边开 就跟他解释 大概我遭遇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什么现象 这个小黑啊 估计啊 英语真的是 不太好啊 加上我是个外国人 然后呢 我说话比较着急 啊 然后呢 他有点慌啊 有点慌 他说那这样吧 我去找一个 能完全听得懂英文的人 跟你沟通 他就去找外员去了 大概过了有一会儿吧 找了一万元 啊 这边上来了以后呢 呃 就开始跟我沟通 我这车门 到底什么一个情况 我讲完了之后啊 哦 他说您这里边打不开 外边呢 打开是吧 然后呢 他说你打开我看一下 我打开之后 他到车门上掰了一下 他说您再试一下 哎 我一试呢 从里边就能打开了 我就特别吃惊 后来他跟我解释啊 原来在这侧的车门子上啊 有一个锁啊 有一个锁 这个锁呢 就是只要锁上的呢 只能外边打开 车门 里边是打不开的 啊 后来呢 回家查了一下啊 就是一个儿童锁 就是防止儿童呢 就是说 不小心开门啊 玩到开门的时候掉落的 哎 我还真不知道啊 还真不知道 要不是这个外员小黑啊 我真是以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限度问题呢 对吧 那这么一修呢 好几百批就扔进去了 那他这一个轻松 就是他这个轻松的一个帮忙 对吧 没想到他帮我省了这个打几百批 我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不过呢 大家也都知道啊 就是为什么 我搞连这点常识 我都搞不懂呢 就是因为 对吧 就是我长期呢 是没有接触过车和挖的 所以这个常识是没有的啊 毕竟北京的车号很很难摇嘛 对吧 到了菲律宾 我才买的上车啊 在北京的时候 没资格买车嘛 所以这很正常一个事 这城市还真不知道 反正我是很感谢这个人 帮我省了大几百批 连检查的钱都省了 然后赶紧跟他道谢 我就准备走 我看那个负责修车那小黑 那脸色啊 挺黑的 当然他也长得挺黑的 那我也得谢人家 也赶快谢两句 反正他也挨打不理的 我就走了 回到家啊 晚上啊 我就跟一个朋友闲聊 我说这事了 我那朋友就说 说胖哥你有没有想过 你洗完车以后 你的门打不开了 怎么那么巧 在旁边就新开了一个修车门子的 你说这里头是不是他们给你 传了个局 听完以后 我突然觉得有可能 但是咱也不敢恶意揣测人家 人家要是没有这个局 对吧 人家就是 这就是我 我今天就不小心 人家洗车没点碰到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意外呢 他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吧 这个很难说 但是万一如果是个局呢 我还觉得真对不起 这个外员小黑 为什么呢 你说他晚上是不是得 挨这个门棍呢 对吧 因为人家如果真的是做局的话 他把人局 把我给破了 那是不是就把人挨这个门棍呢 对吧 哎呀 也是 要真正样 还真是有点不好意思的 得了 就跟人家扯到这吧 继续扯到这边的事 滚